是黨慶,今年的黨慶的話會是怎麼樣的籌備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演講會的話 特別請到這個林軍縣會講哪一些內容跟我們分享 那我拿著就好 這個關於黨慶的部分,因為昨天晚上 今年是32週年吧 那也是我們民進黨媒體黨部27週年 那民黨媒體黨部呢從1997的7月28號成立到現在 那歷經了第一屆的主委洪順武 那接下來是那個張昭儀、張靜作 然後就是很像考試 張靜作 然後這個陳文石、黃永泉 再加上 Sorry 再加上 王錦聰 對不起 王錦聰、王永泉 然後再加上那個許庭新、蔡明法、還有鄭熙坤 那我上一屆接的是那個溫迪、楊婉頭 再加上一屆我 那美西黨部曾經最多的時候有700多人的黨員 那也就是海外的第一個最大的黨部 那這也造成了說我們中央對於美西黨部非常重視 幾乎所有歷任的總統或主席出訪的時候 第一個據點都會考慮到我們洛杉磯 那今年我們 我很榮幸的從 溫迪洋論所上接下了主委這個職務 那我們在思考說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參與我們的這個 美西黨部跟海外對台灣認同 所以我們在幾位前輩的支持下 我們將美西黨部員的辦公室改成美西聯合辦公室 那目的呢就是除了我們現在接收了 就是說FAPA Involve在我們辦公室的地點以外 我們更積極的希望說能夠去遭入到說更多的 像讀書會那種之類的年輕團體 他們一般而言他們對外都沒有一個固定的聯絡場所 這造成說如果是LEADER畢業了 那可能就是這個會又散掉了 所以我們我們的方向就會朝這個方向去執行 那我也很高興的是說有各位在這邊支持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黨慶的目的或者是募款 那當然也知道我們美西黨部 聯合辦公室每個月包括人士費用 這些基本開銷房租加起來的話大概將近兩千塊 所以雖然說我們都是靠著大家這樣子捐書來支持的 那我希望把這個需求告訴了所有認同我們的人 能夠來支持更多年輕人來使用這個辦公室 畢竟有個地點這樣子的所有的組織 才會有基礎才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想辦這個黨慶的募款三會的目的 那今年我們很榮心的請到台南市的立委林進憲 那你也知道說今年台南市的選情對於整個的南部的 相對的是比較有點混亂 尤其是黨內初選的時候 那林委員會來包括來幫忙分析這個九合一的選情 第二就是包括來講解一下為何當時的初選狀況會有這麼多的現象 包括未來 甚至會影響到說這個整個台灣2018甚至兩年之後的2020的布局 這個都是這個林委員會來跟大家溝通的 那這個也是延續了上八月份的時候 那個陳菊他來 他對於我們海外鄉親對於這個民黨執政之後 有很多的認為做得不夠的地方 這個林委員也會來逐一的回答各位鄉親的詢問 這個時間地點可不可以再呼籲一下 那時間地點因為我們現在昨天晚上 因為選情的關係 林委員本來是安排在29號要過來 那昨天晚上臨時通知我們 這個時間上可能要改成22、23兩天 那目前我們正在積極的尋找更適合的地點 所以這個詳細的時間跟地點 我們會隨後再發新聞稿通知大家 大家好,我是Ken Wu,吳昭峰 我是民進黨媒系黨部的執政委員 今天很歡迎大家各位媒體朋友 來到我們這個民進黨媒系黨部港青的記者會 那在這開始之前我想要介紹在座的每一位來賓 我們的主委徐維鈞主委 然後還有我們的媒系黨部的平召 鄭喜慧的平召 還有我們前主委,趕萬柔 然後我們執政委員Joseph Chang 然後還有我們的辦公室主任代資金代大哥 那我想在開始之前呢 先請我們主委來為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這樣子句話,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今天很抱歉,因為有點狀況 但是我還是很感謝大家趕過來 那在正式介紹我們黨性活動之前 我想正式的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幹部 因為原本各位講過說我好像接主委之後 都沒有正式接受過訪問 按照我們黨商來講 一個黨部需要成立一個四組二會 包括行政組 我們就是由我們的辦公室主任代資金來擔任 再來就是活動組 文宣組跟主訓組 文宣組是我們執行長Vila兼任的 那二會呢 一個是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是我們的財務長是陳彭佑 那另外一個是陸黨審查委員會 陸黨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 是我們的鄭熙坤名召 那我當然很感謝這個黨員們 對於今年給予我這麼大的重責大任 過去民進黨在於2016執政之後 接受了很多的指教 那也有很多的這個批評 尤其是我們在海外的一些 比較資深的黨員甚至獨派 對於民進黨的有一些不滿 那我想這個不滿是必然現象 因為執政了之後要改革 那改革需要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說 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那過去在黨國體制之下 所受的一些教育所受的一些想法 對於一些台灣的未來 會產生了一個很大的 不同的想法 這包括說台灣是不是 是中華民國 或是說台灣應該建立一個 新的國家獨立 光是這個獨立的方式 就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意見 但是我想這個東西要更多的討論 然後再來取得未來年輕人 他們想要什麼 蔡總統在8月12號來訪問洛杉磯 然後陳菊 秘書長來跟各個團做談的時候 也一直在講到這點 改革需要時間 就像說美西黨部在我接手之後 我們對於如何年輕化 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來 這個也是一向的改革 那過去很多的社團都想說 是爭取要主辦某些活動 要去掛 要去做為一個Leader 但是在我的接手之後 我一直在一個很大的想法就是 民進黨美西黨部 它不是 它是所有社團的一部分 它不是唯一的代表 所以這一點我在回台灣的時候 也跟主席跟秘書長他們報告過 我們如何在海外凝聚了前輩們的相信力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往年輕人這一塊去延伸 那麼楊主委在上一屆當主委的四年之內 我們吸收了 就是因為年輕人 所以我們就有Ken 像Ken Wu 還有包括李柏翰、小鄉 他們就是在這個時間內進來 當我們的執行委員 記住的話 民進黨的所有幹部都是用選的 不是用派的 都是選出來的 那基於這一點 我很榮幸的在6月接下來這個任務之後 我會更延續的這一塊 那我們為了要年輕化 除了幹部年輕之外 我們還有 有 應用了更多的 現代化的網際網路的這些概念 包括了我們更加活絡的我們的官網 那個臉書的部分 現在臉書大概一天會發兩到三篇 有跟台灣、中國跟台灣跟美國之間的互動 尤其是現在選舉到了 也會加了一些選舉的活動在裡面 第二個是 我們在楊主委的任內之內 也就成了一個美西自由的討論區 那這個討論區裡面呢 除了我們台灣的鄉親之外 還包括了台灣的律師、立委、議員 這些都在裡面 所以大家都平常都很活絡 那我們除了這兩個之外 我在我這邊還成立了一個美西黨部的LINE官網 這個LINE官網是單方向的 他沒有討論 但是他可以 加入的人 他可以跟著小編對話 那我們在匯整了大家的資料之後 或大家詢問之後 可以一一回答 甚至也可以把你們的意見 匯整了之後 轉達到中間黨部去 那這個是我們在走向年輕化 他為了吸引更多年輕人所做的一些改變 那我想接下來就讓這個 Kent來介紹一下林俊憲委員 好啦 沒問題 那其實近年來很多人 都對於一些民進黨裡面 比較有潛力的眾生 派國慶狀還原有興趣 那林俊憲委員的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台南市岩城區的這個子弟 然後呢長期聖根基層 那之後呢他其實在成大 然後呢也有包括劉美美蘇里大學 然後還有在台灣大學 都有得到相當跟政治有關係的學歷 那除了這之外呢 其實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擔任過議員 台南市的議員 然後呢還有做過立法委員 現在是立法委員 然後他當然也有在黨中央裡面 擔任國中職位跟發言人 除此之外還是賴清德競選總部的總戰士 那這些資歷呢 塑造出來一個完全了解台灣民間選民 基層到高層跟黨中央黨內外的思維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我們這次黨慶真的非常非常榮幸能夠請到 林委員拜訪之中來到我們洛杉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洛杉磯好像台橋界裡面是台南的彰化殿下 那相信會吸引不少的那個台南鄉親 來這邊就是關心一下這台灣的選情 那我們希望林委員在黨慶的時候呢 帶給大家是一個不只解釋一些誤會 或是解釋一些對黨的誤解呢 同時也可以帶來更多更多的希望 給我們這邊的台灣的橋面 跟台派的鄉親 當然我們身為美系黨部呢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在於 能夠讓這邊台橋更加了解台灣裡面的事物 然後呢把這些關心轉化成入黨的一個動力 那我們到時候也會 我們幹部都會在場 來解釋一些當地的鄉親黨友他們有的意見 然後也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呢整理起來 然後讓我們的林委員來給大家意義的說明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今年這些邀請函的設計 我們的前主委 楊婉柔 謝謝主委 我今年的設計是走比較屬於巴洛克風格 巴洛克的華麗風 因為我們邀請到林進縣立委呢 他是代表台南 那台南到現在目前還有很多保存的很美的 這個比較古早的建築的這些風格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風格套入今年的邀請函的設計裡面 另外還有一下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今年的邀請同時 我們也要請我們的黨員更新 因為我們目前的黨員很多資料已經很多年沒有更新了 包括有些人可能搬家 或者是有新的E-mail地址 那我們現在更加的電子化 然後走向比較環保的路線的時候 就盡量減少印刷跟郵寄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會請大家來更新聯絡的方式 包括地址 電話 手機跟E-mail這些內容 那因為本來是要講那個地點跟時間 那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我可能明天會將這個資料補給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鄭平昭 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今年11月底 就是11月24號 台灣有一個大型的九合一選舉 雖然是地方選舉 但是這一次意義非常重大 所以我們美西蘭部這邊 也不只是美西蘭部 反正就是台灣這邊還是依照網例 因為我們從1996年 反正是台灣有大型的選舉 我們都會辦這個助選團 台灣助選團 那我們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九合一的助選團 也正式成立 我們希望能夠帶動一下大家的熱情 那原則上我們是希望在11月16號 也就是選舉前的一個禮拜 16號在台北集合 然後一個禮拜就是把六都 最主要的六都 然後其他六都相關附近的縣市 要整個跑一趟 我們希望能夠帶動這個大家 對選舉的熱情 23號也是選前的最後一天 我們就結帳 讓大家回去個人的戶籍所在地 能夠參加24號的投票 那講到這個 我剛剛講說 這一次的九合一的選舉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 是因為本來大家覺得2016年民進黨大勝 然後2014年縣市長也狼瓜了三分之二 國會也過半數 大家覺得說好像一勞永逸 但是接著才知道 接到了這個政府已經千仗百孔 而且文官體制還是有很難撼動的困擾 所以但是民進黨因為堅持本土政權的原則 還是忍痛 雖然知道改革是要陣痛 但是改革不好做 改革又沒有辦法 一下子看到成績 那也仍然不曉得 那現在這一次的選舉 所以就攝關這個 講嚴肅一點 就攝關以後 這個本土政權 可以不可以延續下去 因為現在台灣就 整個大環境在改變 所以現在變成說 好像三股勢力 一股 當初我們打著 國民黨不打 台灣不會好 這成功的贏得政權 但是 國民黨也是 這兩年來大家看到了 台灣蠻亂的 就是隨時他們都在做 要復辟的這種 最後掙扎 所以什麼假新聞 什麼謠言 一大堆 另外還有一股勢力 就是所謂打著這個什麼 打破藍綠高牆 這個 但是這個 雖然大家對 經濟現實 還看不到改革的成效 有一點不滿 但是這個有一個 對我們來看 是對台灣的前途有點擔憂 就是說大家變成 比較沒有那個 本土意識的中心思想 就是一直在想 現實 我好像沒有過得比較好 國民黨又順便拋出一個 誰來做都一樣 兩黨誰來做都一樣 變成 我們就看到說 你光是 看經濟看現實 有沒有過得比較好 但是中心思想沒有了 這台灣會不會繼續存在 我們都 就是有一點擔憂 所以民進黨現在變成 必須要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 堅持這個本土 政權的延續 大家 因為剛剛主委講過 這個 黨國的教育 下 大家變成比較 因為他們一直採用 中國化 然後 跟中國 什麼 國共合作 來吸引 這個年輕人 什麼 對 薪水 不滿 那 那 年輕人現在變成說 好像 大家覺得說 好好去 中國 念書 好像 將來畢業以後 拿到的薪水比較高 但是 忽略了一點 就是說 那個 這個改革的成果 你要享受這個東西 除了 執政黨 幫你製造 一些大環境 幫你 擬定一些政策 還是需要大家 共同來努力 才有辦法完成 你不能說 只要享受 這個 不會天上掉下來 所以我們 助選團 這一次 希望能夠做到 就是說 回去以後 大力宣傳 讓大家 譬如說 呼籲他們 或者喚醒他們 對台灣 這個主題 台灣 如果 我們可以 反正就是一定要 國家正常化 如果 我們 我們不一定要 把中國 當作敵對的國家 中國是 就是 跟我們是一樣 地球上的兩個國家 兩個 國家 我們可以跟他 國與國的正常交往 正常 談判 但是我們絕對 不會 認為 我們 跟中國 可以變成一家 這個是 我們 一定要強調 對不對 不可以 變成一家 所以我們希望 年輕人 會 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現在 大環境 年輕的選民 越來越多 現在 沒有人敢說 誰一定贏 但是我們 比較著重的 我們不是說 民進黨 但是我們至少要 堅守住 台灣 能夠永續 經營下去 所以 這是我們 比較 這個 要 著力的地方 那 講到那個助選團 我們 還是 一向的原則 就是我們的 自給自足 我們沒有 受到 任何的補助 那 黨部 也是 經營 也是 坦淡經營 所以我們每次的 這個助選團的團會 都是大家 自己 付錢 大家有這個熱忱 也覺得 很有參與感 以前我常常講 你醫生 一定要至少要參加一次 這個助選團 你才能夠感受到 對 然後也奉獻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邊 希望大家 踴躍跟 黨部這邊來報名 謝謝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關於 我還蠻好奇的 你們都要說要召集黨員 你們的黨員資格是什麼 黨員資格 有沒有什麼條件 OK 因為我們在美國的話 基本上 美國人是不能參與 干預他國的政治 所以加入民進黨黨員的話 但在國外 現在有新南向 在國外的話 他必須在台灣有涉及 戶籍 就曾經 那當然 這個 我們這邊收集資料審查完 送到中央黨部去之後 中央黨部還要經過第二次審查 所以如果說大家對於 這個你的資料不正確 不確定的話 那最好是把相關文件準備好 那 因為這一點 外國人不能參與台灣政治的話 這一點 所以 對於 這個招募新的 新的黨員的話 這個比較困難一點 尤其這邊長大 所以我才會轉向說 用聯合辦公司的方式 讓他們做黨友 不一定是黨員 希望更多的年輕人來參與 那也許他哪有一天會回去 影響他的父母 有一天回去台灣 他願意涉及在台灣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民進黨 所以是用民進黨是有就對了 對 一開始是用民進黨是有 這個問題已經 但不參與投票 當然 對不起 沒有涉及 沒有涉及 沒有涉及就沒辦法了 對 會不會講 是否會費 或是這些都不用 不用啊 不用啊 房友不用啊 對 沒有涉及 是